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顧拉多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在年初開放的高處的活動力 顧拉多以及蓋歐卡獲得他們專屬招式 以及原始回歸的形態登場 那過了半年之後 即將迎來的GOFAST活動力 竟然又能夠再次趕到 原始顧拉多以及原始蓋歐卡登場 相對的在之前沒有農到100% 或者糖果還沒滿的玩家 在這一次可要把握起來了 那勾出了到GOFAST這活動期間的半年 顧拉多到底在大SAM的變化是如何 我們今天也能夠在第11季的尾聲來看一下 到底他的斷來之劍 是否還是能夠應用在目前的賽事吧 好 那今天由柏雷玩家再次來提供對戰影片 非常感謝他能夠配合著活動 讓大家可以了解到顧拉多目前的實力是如何 畢竟丹尼目前還在充分中 其實很難用一些新角色提供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來進入競的第一場 使用的陣容是鋼龍 顧拉多以及齊哈蒂娜 好 那首場看到土地雲 土地雲面對到蒂歐卡 他是順風的 但是如果打久的話 蒂歐卡還是能夠造成土地雲血壓傷耗損非常多 畢竟土地雲本身是沒有抗龍系招式的 那對手先來個蠻力出來 並沒有辦法直接把蒂歐卡給K下去 柏雷玩家這邊 把血量傷壓到非常低之後 選擇鐵頭出去 看起來要直接把他賣掉了 那這個鐵頭下去 土地雲這邊是擋招了 那目前一頓的優勢 直接讓蒂歐卡下去 然後讓齊哈蒂娜上來 齊哈蒂娜此時上來的話 勢必會吃到堅持攻擊 柏雷玩家並沒有擋招 堅持攻擊出來之後 由於蠻力的攻擊下降的情況 導致他這邊傷害量非常的低 鬼龍齊哈蒂娜直接練功到極致 除非他能夠切一般系的角色上來 不然在鬼龍這邊的氣量上 肯定能夠給後面的角色帶來非常大的壓迫 但是第二個堅持攻擊同樣沒擋下 齊哈蒂娜剩下1 3分的血量 那對手的兩隻角色 首先上來 喔 結果是2系的伊佩爾塔爾 那鬼龍的話 幽靈系達爾是被單抗的 一下下去暗影球 上來量非常的低 只有1 3分 但一下不行就來兩下吧 好 再一次補暗影球 欸 沒有 這邊並沒有放出去 反而讓伊佩爾塔爾是先出招了 感覺是能夠直接用暗影球壓迫啦 但是寶座的情況 可能是擔心顧拉多的火焰拳傷害量太低 那今天的顧拉多的配招 算是基本的 泥巴射擊斷環之間跟火焰拳 好 再一個暗影球出去 伊佩爾塔爾想要上 剩下1 3分的 然後殘血出大招這邊非常的極致啊 暗影球再一次出去 伊佩爾塔爾勢必會直接下場啦 實際是鬼龍打伊佩爾塔爾看起來沒有到弱勢 好 接下來的話 對手最多角色的結果DL卡上來了 這場對手有點可惜啊 他可能是想說 要用惡系能夠抗幽靈的情況下 把伊佩爾塔爾先賣上來 DL卡壓後 但顧拉多在雙方盾相同的情況下 是不會輸給DL卡的 所以一下斷環之間下去 逼迫到開盾了 最後再補一下 DL卡的招式 其實出招數稍微偏慢了 所以對手看起來也放棄了 其實目前 丹尼在這幾天打大西蒙德的環境 鋼龍在第一隻 像這一套陣龍其實蠻多的 顧拉多加上奇拉蒂娜 或者是奇拉蒂娜加上洛奇 都是蠻常見的 那對手因為剛好最後一隻 是DL卡 沒有辦法打顧拉多 我們最終是獲勝了 也能夠看到鬼龍奇拉蒂娜 起刊形態其實面對到惡系 也沒有到太弱勢 連續按球出去 還是有辦法逆屬性打法 直接把伊佩爾塔爾壓下去 好 那我們進入下一場 這一場的話看到超夢 超夢的話 剛系能夠抗超冷 是一個順風凱 而且我們鐵頭地下輸去 能夠壓迫到對手開盾 蒸氣彈還不會出來 所以在鋼龍首場看到 超夢這邊我們是順風 鐵頭下去 對手的超夢竟然沒檔招 OK這邊沒檔招的話 可能會是蒸氣彈出來喔 看不會玩家是否要賭一把 欸沒有賭 結果真的是蒸氣彈 OK這邊是賭對了 目前鋼龍繼續進滿血 等於三隻打兩隻的概念 雖然耗了一頓 好對手第二隻角色 騎閃的蒂雅卡上來 目前蒂雅卡兩盾 而我們一盾 不會玩家 這邊並沒有選擇流星拳 反而是選擇鐵頭出去 那這個鐵頭下去 看一下對手是否會開盾打 好結果開盾 給個尊重了 接下來的話盡量的 把他想像打殘一點點 但是中途並沒有按鐵頭 這邊有點小小的可惜 如果鐵頭放出去的話 會更好一些 導致目前對方的蒂雅卡 血量上還蠻多的 好 瓜多上來 但是不放鐵頭 原因有可能是想讓瓜多練功 但是對手換角了 烈烏薩上來 這邊就是一個地面性的大對決 但是我們先上來 有氣氧上的優勢 直接一個端來之間出去 對手的烈烏薩擋招 好 這邊他就擋對了 但是地面性的對決 到底誰能夠獲勝呢 這隻烈烏薩也是配著泥巴射擊 好 對手出招 瓜多沒盪 持大地之力 上來量瀑布 對手如果直接逆靈的話 上來量肯定會更高一些 但是可惜他並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們這邊斷烏薩 再一次出去 對手得地烏薩 也是重傷 看起來雙方的對決應該是平平 不過對手並沒有逆靈出來的關係 所以瓜多這邊顯量上多了一點點 好 對手再一次用了一個 短能量的大地之力出來 他應該是配大地之力加逆靈 所以大地之力算是他比較短能量的招式 是沒錯 好 其他定家上來 直接愛音爪把隊友抓死 最後剩下鬼龍 對上帝奧卡 對手帝奧卡沒有盾了 所以他就放棄了 好 我們進入下一場 來看一下這場的對手 帝奧卡的鏡像對決 好 鏡像對決的話 其實有很多個打法 就要看雙方怎麼操作了 那不知道後面的角色 是否有洛奇亞之類的 如果洛奇亞賭到 顧瓦多會非常難打 那不會玩家很真誠的 直接來一個流星群出去 看一下對方的截奧卡 是否會擋著 哦 只有沒檔 哇 這一下真是虧大了 那在攻擊下降非常多的情況下 把其他定家派上來對手 換上來隻超夢啊 超夢看到其他定家並沒有換角 有可能做一隻真的是洛奇亞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超夢這邊率先使用一個招式 愛音球出來 一下之後 其他定家重傷 接下來他並沒有換角 反而是持續的使用他的精神力戰出來 那愛音球出去 超夢也沒檔 哇 這個玩家是把盾全部交給 可以做一隻蓋歐卡 等於說蓋歐卡一打三 這邊有可能嗎 好 其他定家再次出招 愛音球出去 這邊應該是要擋啦 再不擋可能就要死人啦 愛音球出去 對手的蓋歐卡擋招 接下來被他的潘布直接點下去 對方蓋歐卡氣氧上非常的好 這場看起來有點麻煩 因為我們做一隻是顧拉多啊 好 對手使用招式出來了 目前 地歐卡兩盾 應該是得開一下了吧 欸 結果還沒開 對手選擇衝浪出來 傷害量並不是特別好 顧拉多上來了 目前有一盾的優勢 一個動彈之劍能夠收掉 蓋歐卡是沒有問題的 叫我看對手是不是要擋招了 不過他這邊率先的出招 衝浪出來 但是我們在兩盾的情況下 其實對方的蓋歐卡是不用出招啦 直接看一下衝浪能不能夠打掉就好 那我們第一下動彈之劍 結果蓋歐卡是下場啦 哇 是賭了一把 結果這個賭真的是不好啦 其實還是要給個尊重啦 他如果擋的話 相對的能夠衝浪多打幾下 但是感覺顧拉多還是有辦法放動彈之劍出來了 因為蓄氣還是蠻快的 好 那地歐卡這一場的話 開局面對鳳凰是一個逆封開 鳳凰的話這邊不知道怎樣操作 那你是會在他神聖之劍好的時候換角 但是不會玩家並沒有這樣操作 本身是擊到非常多氣檔上 先來一個鐵頭出去 緊張下去對手鳳凰擋招 然後因為他並不是切奇的 所以中途是讓其他蒂娜上來擋招 可以擋神聖之劍還算不錯 接下來的話 使用暗影爪 面對到鳳凰是絕對優勢 對手換角 地歐卡上來 好 這邊不知道他的作為角色是什麼 有可能是傑克羅姆 或者是洛奇拉 以及暢向 好 這邊先暗球出去 目前有一盾的優勢 鋼龍那邊先逼了個盾 然後其他蒂娜上來 擋了一個招式其實傷害量沒有很多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連發招式 騎士風下去 對手的鋼龍直接殘血了 那殘血的情況 鋼龍上來想用隆起把他點掉 但是對手還是出招了 這邊以防止流星群是擋招 然後龍騎把他吐掉 那鳳王再一個燒盡 就能夠放出他的招式了 那 顧拉多本身屬性沒有抗火 也沒抗飛行 很難切腳擋招啦 好 這邊 第二卡擋招了 神職火 能不能夠降攻 哦 運氣不錯 並沒有降到攻擊力 對手炮被我們農下去 所以中途換角了 是鳳昌帝的陣型 最後一隻是昌翔 那先來一個鐵頭出去 直接打妖精系的昌翔 剩下半血 然後接下來的話 再多農幾下 目前是一頓的劣勢 但是這邊看起來好像是切齊的 所以鐵頭再一次出去了 那這個鐵頭下去 勢必能夠逼到盾 然後我們會被他的競爭戰給打下去 顧拉多上來 火焰拳收拾掉昌翔 最後面對到鳳王 應該能夠靠 雙方出招的速度上去獲勝 動彎之劍還是能夠打到 對方的鳳王翔上 也剩下一些血而已 好那 昌翔這邊有點垂死增長 我們看一下這個招式 競爭戰出來 半血還可以 火焰拳能夠直接收掉 但是 泥巴射擊點掉 當然是更好啦 還擊到了動彎之劍 鳳王一上來 動彎之劍補下去 就收工了 鳳王只剩下五分之一的血量 好那這一場的話 在 鳳王 打到奇阿蒂娜的瞬間 我們有一個奇阿蒂娜 非常好省盾的一個狀況 然後再一個輪轉 導致鳳王血量上太少 沒辦法打贏過阿蒂 最終是獲勝 好我們就下一場 這一場的話 是蒼翔逆風啊 那這邊換角嗎 沒有 持續打下去 蒼翔打 鋼龍 健身戰一下是打不死 那鐵頭下去 他勢必會直接投胎 因為健身戰會讓自己的防禦下降 所以就看一下 喔這邊沒打 然後 多擁了幾下之後 鐵頭出去 目前鋼龍顯量上剩蠻少的 蒼翔比較怕的角色 我們在前幾部影片中有講過 像是超夢 蓋歐卡 或者是鬼龍騎阿蒂娜 那這三隻的話 通常會準備一隻鋼龍 或者是洛騎阿在後面 會比較好進行對抗 好這邊 鋼龍擋招 對手 是換角了 我比較少看到蒼翔 遇到鋼龍是換角了 好那 這邊我們就用絕對壓制吧 顧阿多面對到 吊卡 吊卡 還沒出招 然後我們這邊先斷鋼之鋸出去 雙方在出招的速度上是有差的 不過對手是擋招了 但是他擋招也沒有很好 因為我們也可以擋招 甚至可以把 掛多的氣氧場濃得更滿 所以這一個絕對壓制的戰局 是完全沒問題的 對手還使用流星群出來 那我們這邊可以激到非常多的氣了 然後可以再面對到他的蒼翔 好斷鋼之鋸出去 氣氧場非常的滿 而且這邊把鋼龍給消耗掉 然後其他蒂娜就避開了絕對克星了 好蒼翔 並沒有上來 對手做一隻結果是洛奇亞 跟我們猜的一模一樣 所以蒼翔的最大天敵 你要去思考那幾隻怎麼打 後面的順位上大概也是那幾隻啦 但是顧阿多只能選擇火焰拳 平傷打擊 沒有屬修 傷害量真的是欠佳 打洛奇亞 頂多就是個 六分之一嗎 然後接下來尼巴射擊 沒有辦法點掉 但是火焰拳準備出去的時候 洛奇亞幫我們點掉了 其他蒂娜面對到洛奇亞 但是中途七角擋招 因為對手洛奇亞是只要氣拳攻擊的 氣拳攻擊打到其他蒂娜也是會重傷啊 好氣拳攻擊這邊擋得非常的好啊 對手攻擊上升了 但這一場應該為死一晚 我們一發就能夠收掉對方 而且對手三T面對到兩T的招式 竟然沒有算準就出招 是有點大意的啦 最終洛奇亞輸給了幽靈系的其他蒂娜 最後蒼翔上來 蒼翔的話一個吸鬧是有機會啦 我們來看一下他是不是吸鬧的 那他剛面對到蒂娜卡 是選擇競神戰出來 結果瘋狂無特加上競神戰版本 那就沒救了 近期的蒼翔好像都是競神戰加瘋狂無特 因為競神戰為了打鋼龍嘛 然後瘋狂無特為了打 背心系的像鳳王或洛奇亞 隨系的話有蓋歐卡 其實瘋狂無特的打點算是蠻廣泛 但是這樣配的話就沒辦法打鬼龍奇亞蒂娜 好我們就用下一場 這一場的第二武卡對手是蒼翔 好同樣的是一個逆風 剛那一場對手換角是比較特別 欸不過這一場 微玩家是直接讓鬼龍奇亞蒂娜上來了 好鬼龍面對到蒼翔 那對方這邊持續打下去有可能就配置熄鬧 那這邊 不擋 吃個招式 鬼龍直接中傷了 傷害量很痛 好拿暗影球出去 對手蒼翔持續打下去是比較特別 因為蒼翔就算配熄鬧打鬼龍 因為出招稍微偏慢 還是會被壓制到 所以他這邊是開盾擋 難道是打算用大聲咆哮跑下去嗎 但感覺難度有點高 那我們出招的時候 對手蒼翔是率先出招了 逼著微玩家這邊開盾 擋住熄鬧 哇對手完全是不想讓他的蒼翔防禦下降 但是我們暗影球還是按到了 這下按下去之後 對手蒼翔硬生生吃招了 目前雙方平盾 接下來雙方在拚小招 到底誰會先 哎呀有點可惜 對手蒼翔是出招了 殘血出大招 所以蒼翔這邊把齊拉蒂娜給耗掉了 有可能他後面還有一隻能夠去打地下舞卡 或者是怕地下舞卡的角色 所以他順順的把風向給穩住 結果是洛奇亞上來 洛奇亞打地下舞卡算是一般般 因為他不是暗影 那這邊只要流星群 要賭一把了 到底 喔很真誠的流星群直接出去啊 這很賭啊 因為這如果賭錯的話 顧阿多要上來 要打洛奇亞很難啊 啊但是賭對了 對手竟然沒擋招啊 對手應該要擋一下的 嗯 這邊有點賭性啊 所以導致這洛奇亞殘血 而我們這邊吃到氣源攻擊 然後對手中途換角了 結果作為角色是齊拉蒂娜上來 不過玩家多打了幾下 有點浪費啦 因為放流星群攻擊下降非常多 好顧阿多 面對到齊拉蒂娜 雙方的對決算是平平 對手先來一個奇之鋒 拚個buff但是沒有拚到 那這邊我們只能選擇斷環之劍了 因為斷環之劍 至少不像火焰拳被融蜥給抗到 但是對手有開盾的一個空間 欸這邊選擇鬼射誒 並沒有轉到nice 不知道是技術上的操作 或者是想讓 叼卡上來弄這一隻 這隻奇拉蒂娜 但感覺很危險啦 因為叼卡的血量上好像有點低 加上對手還有盾 好 那我們的顧阿多 來一個火焰拳出去 火焰拳下去之後 奇拉蒂娜殘血 接下來的話 看起來是真的打算讓顧阿多下場 如果剛剛是轉到x2人的 段階之劍的話 這個顧阿多早就下去了 好 洛奇亞上來了 火焰拳下去 或者是想要多農幾下 把血量上算到極致 一個火焰拳逼迫到洛奇亞開盾 然後接下來 鋼龍上來 直接龍蜥吐掉了 最後鬼龍 奇拉蒂娜 有雷暗爪 但是我們的鐵頭出去了 就收工了 最後那邊感覺有點微妙啦 好 那我們要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場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場的對手 會是誰 好 那最後一場 地歐卡遇到的是奇拉蒂娜 先來一個順風開 非常好 那對手換上 哲爾尼亞斯 哲爾尼亞斯打顧阿多 哲爾尼亞斯的話 多數都是配勇洋之力加上 競勝戰為主 那他一定選擇勇洋之力出來 因為他本身的坦度 還是能夠扛一個段階之劍 結果他運氣很好啊 憑到攻擊一下降了 哇 這個 第二孫為了對決 對手稍微占到優勢了 好 段階之劍出去 哲爾尼亞斯這邊 這邊肯定不會擋招啦 因為一下絕對死不了 我們看一下傷害量 一下下去 欸 其實雙方險上好像差不多 欸 不過對手好像卡住了 但哲爾尼亞斯這邊出招還是快了一些 好 那哲爾尼亞斯出招 逼迫到顧阿多是先開盾的 擋住競勝戰 想讓地歐卡再次面對到鬼龍奇拉蒂娜 好 接下來火焰拳就能夠收掉了 對手的防禦下降 一下火焰拳下去 哲爾尼亞斯擋招 剛盾了一下可以說非常關鍵 好 再一次火焰拳 對手的 哲爾尼亞斯如果硬要搶的話 肯定要把盾開掉 那火焰玩家 目前有一盾 是否會浪掉 喔 這邊是浪掉了 鬼龍奇拉蒂娜後面還有一隻 所以能夠進向對決 就要看剛容易遇到誰 好 此時哲爾尼亞斯的防禦下降非常多 直接龍洗 逆屬性打法把它壓下去 而對手最後的角色竟然龍頭地鼠 那這場應該是要結束啦 我們龍頭地鼠就算直龍鑽能夠打到 那我們流星群也能夠放出去 對手不可能切其他蒂娜 其他蒂娜上來也是會死 那他既然切其他蒂娜上來的話 我們的鬼龍奇拉蒂娜 也能夠去打這隻龍頭地鼠 最終是獲勝 所以在對手開局落實的情況下 哲爾尼亞斯強制開盾把顧拉多壓下去 實質上沒有太大的意義啦 因為最後這邊會是進向對決的狀況 那在有盾的時候 進向對決是絕對不會輸的 好 阿影球出去 直接把幽靈系打爆 一下下去 其他蒂娜 野果殘血 殘度還算不錯 好 對手看起來也放棄了 那最終的話 顧拉多雖然是輸給了哲爾尼亞斯 但是以技術考量 後面的角色穩穩的拉住 還是獲勝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原始顧拉多跟原始蓋歐卡 再次在團體戰中出現了 所以今天我們帶來的是 顧拉多在大四眼猛的一個對戰 可以發現到 他的動來之間的傷害量確實非常的高 讓他比起原先代的地震 更有殺傷力 加上火焰拳的出招速快也夠彈性 雖然在面對到飛行系的時候 可能傷害量還是有點欠缺 但整體上來說已經非常好用了 所以玩家如果手上剛好 缺一隻地面系的話 不妨可以考慮 目前的顧拉多把他打起來 不論是PVP或者PVE 他都非常好用 那最後的話 我們要再次感謝 柏雷玩家提供精彩對戰影片 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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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õ一個一部影片見 兩部影片見